花蓮知名伴手禮品牌宗泰食品 为了记录创办人于中博的青春奋斗史 日前特地在新城乡玩卫番乐园 举办了于中博故事馆开幕记者会 即新书发表会 以时间轴的方式 见证于中博在时代巨轮的推进下 面对困境不像命运低头的坚韧精神 来到于中博故事馆仿佛进入时光隧道 墙上的一张张照片及文字 全都记录着中泰食品创办人于中博一生的点滴故事 更见证于中博在时代巨轮的推进下 面对困境不像命运低头的坚韧精神 我想中泰走过了52年 这52年当中在花蓮在地生根 那这个故事馆于中博故事馆的开幕 见证了台湾的近代史 他从1933年到2021年 这88年当中的整个的过程 为记录创办人于中博的青春奋斗事 中泰食品日前 特别在新城乡玩卫番乐园 举办了于中博故事馆开幕记者会 即新书发表现场贵宾云集 而县长徐真卫也特别到场 共同接牌 我想这是第一个 在花蓮第一个 对于货畅其流将西部的很多的南北货 能够集结到花蓮 然而也造就了花蓮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机会 我想这是一个 第一个对于我们产业的远见 第二个就是永续的概念 从董事长在年轻的时候 跟我们的农友合作 第二个地产地销 然后再加工加值之后 再往外去行销 这也从我们无论是在我们的文化馆里面看到 这也是现在我们迈向2050年 要做精灵碳牌或永续的目标 所以如此有前瞻性 我真的第一个 我们真的要佩服于董事长的远见以及气魄 中泰食品集团董事长于国基表示 新书的义卖所得将会作为清函奖助学金使用 同时创办人也以个人卷足20万元 资源慈激基金会协助918御理灾民 修缮受损民宅重建校园外 也特别提供花莲县消防局 花莲县警察局 几岸乡公所 新城乡公所 御理政公所 国民党花莲县党部各10万元的捐赠款 期望在地方创生 城乡共好的理念 让大家共同守护花莲这片美好家园 记者徐立芹新城乡报导